然後我記得他那時候跟我打球的時候 很多身體很髒 但是守不住我 陳建恩 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是跟我一個不同球隊的一個對手 然後我記得他那時候跟我打球的時候 很多身體很髒 但是守不住我 所以我不認識他的時候他叫陳建恩 當我認識他以後他叫伊 我很幸運在第一次當一個職業隊的教練 就有一個所有教練夢寐以求的球員在隊上 所以呢 這些事情大家都知道 然後我們要分享一些大家不知道的 Elliott 伊伊在去年加入球隊的時候在訓練中受傷 所以他的半月板其實是破的 那其實醫生評估過他需要開刀 但是他跟我們講他不確定他開完刀以後 他能不能夠回到 能夠競技的水準 所以其實 伊伊是靠著意志力 在這兩年幫工程師打平的 所以說了伊伊這麼多的好話 所以也要稍微講一下 他在我們球隊裡面 一些比較可以分享給大家的 伊伊伊是每一個教練都希望有球員 然後他可以幫助整個球隊 他幫助了我們工程師很多 但是沒有幫助到我 因為他是我的英文老師 我每次問他這個單子怎麼講 他都說倫哥我不知道你的中文 OK所以這一年多來他也沒有教到我英文 他是我們工程師的第四節先生 很多人會跟我講說 為什麼不用兼恩多一點 因為他只要達到三十幾分鐘的時候 隔天他就會跟我講 倫哥 我們要給年輕人多一點機會 他們需要經驗 相信他們 因為他的臉太正派了 所以你又不能說他是偷懶 結果其實他可能不想要打那麼久 然後他每次都用很正派的表現 跟我們講說 其他年輕人需要時間 所以感謝一在這一年多給我們工程師 不管是教練團或是戰機上面的幫助 他是我們永遠工程師的第四節先生 謝謝